大家好,我是吳仔 大家好,我是OK仔 好了,今天講一下一些很誇張的新聞 陳同佳原來不是香港的專利 有2.0出現過 日本也有一件,陳同佳2.0 我們今天講一下這些世紀冤獄 然後又講一下一些大件事 美國粒粒聯 美國黑色星期五,槍擊案 連續爆發 2個超級市場,四個都很誇張 血流成河 沒錯 還有呢 還有這個當然是病毒很嚴重 印度神童不一定是他預測的專利 語言不是他獨家 還有一個阿森一族 阿森一族也很厲害 人家說什麼,印度神童不中 什麼特朗普不中 阿森一族中 其實不是的 印度神童還沒出來之前是說阿森一族的 所以大家忘記了一些東西 阿森一族 想不到阿森一族也很厲害 勁過印度神童 當然 就做這個標題 沒錯 神預言,那種病毒叫什麼名字 Omicron 這個世衛已經改了 當然了,中間還有些 被人一族 這個世衛總是做些事情 拿來被人說 是 做什麼都被人說 因為中間跳了一個字 原先排 他用這個好像拉丁文 去排次序去命名 中間其中一個是XI 是 XI這個字 有人覺得很敏感 所以世衛就沒有人 XI為什麼敏感 在國瑜來說是 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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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某位領導人的姓 是嗎? 我想到別的東西 是啊 有人覺得很敏感 有人覺得不應該拿來笑 當然 當然 跳了一個位 跳了這個位 Omicron 來了一個叫Omicron 的病毒名稱 有很多話要說 厲害 土耳其 糟糕 什麼事? 官方叫市民吃草 吃草 窮 鼓勵 議員鼓勵民眾吃草過冬 吃草過冬 是啊 說到經濟很嚴重 有趣 那當然是阿森一族 阿森一族厲害了 在說之前 麻煩大家給個讚 熟悉 幫幫忙 幫幫忙 先說哪一件事 先說哪一件事 阿森 不如先說病毒 最近世衛都吹得這麼厲害 阿森一族 究竟阿森一族怎麼種法 究竟其實他什麼時候 之前說的 特朗普很多人都記得 在阿森一族那套漫畫上 都被人 哇 在拿了神預言 我想到今天張圖怎麼做 怎樣 你做個阿森一族 好像印度神童一樣 站在旁邊 然後 一模一樣的東西 我要 這樣做 來吧 當然 阿森一族的時候 說到 那些漫畫 連續劇裡面 Donald Trump 很多名人 維珍創辦人 那些英文庫庸上太空 都覺得 哇 比印度神童厲害 這次 維珍的創辦人 奧斯 對 Richard Branson 上太空 他畫過漫畫 即是畫他上過去 這些東西 全部都是 哇 比印度神童厲害 這次 這個病毒 世衛稱 叫做Omicron 這個病毒 原來 原作者 阿森一族的原作者 在另一個作品 《賴出未來》 叫做《賴出未來》 這套作品上 原來這個名字 都出現過 這個名字 這個名字究竟是什麼呢 究竟 這個叫做《賴出未來》 這個作品是什麼呢 說到其實《賴出未來》 曾經出現了 這個Omicron 這個名字的角色 根據這個角色的設定 就說 Omicron 是一個異形 就用來入侵這個地球 這樣說 哇 跟現在 世衛命名的病毒 那個性質 一樣 他不是看了阿森一族 之後 他改名字 不是 他是論資牌 背牌 其實是這樣說的 所有阿森一族的所謂的神預言 都是 已經發生 即是阿森一族 或者已經演過出來的 所以已經 行動了 之後 這個世界 再發生的事情 就跟他曾經演出的事情 一模一樣 是 即是Donald Trump 在電梯上 跟人揮手 當了總統 因為那時候Donald Trump 還沒出來競選 是 是很久之前 接著 Donald Trump出來競選 然後揮手 那一幕 是有人說 哇 Exactly一模一樣 是 很多 然後整班人在搓水晶球 還有很多 還有很多 有沒有說說 所以 你說 搓不搓水晶球 不知道 但是這個 病毒這件事 竟然 人們覺得 阿森一族的原作者 非常之厲害 是真的 真是堅料 還有薯條 當然 有很多 神預言 阿森一族 對不對 又說到 呂總統 呂總統 對不對 賀錦麗 其實說一下賀錦麗 很多人 就是 為什麼 引渡神 跟那些人在吹嘘 那些人覺得他不准 不准 誰不知 當然 阿森一族 裡面也有很多 湯漢詩 有一個拍攝廣告 當時他講到一句說話 如果你見到我真人 請你遠離我 然後中了招 去到2020年3月的時候 現實真的被人隔離了 那些人就說 哇 神預言一般 因為說到 那時候 他們中了招 要隔離 所以真的要遠離他 很多事情都 嘩 不是 印度神童一般 這麼簡單 真是厲害 這病毒的確是厲害的 現在 世衛那邊 尤其是 應該這樣說 在南非 過來的航班 無論是香港 現在連去到英國 都禁一禁 尤其是去到德國 現在德國就開始實施 懷疑 都看到這些病菌出現 德國 捷克 英國等等 這些地方 開始錄到 Omicron 這個新的 變種病毒 這隻病毒 的確是會 說到 比較傳染力高 說到 變異的數量多 但是 究竟 這隻病毒 感染了之後 有什麼病徵呢 我今早看了一篇 在台灣寫出來的 是 感染了的病徵會是什麼呢 你知道嗎 什麼 頭痛 好害怕 然後呢 肌肉痛 好恐怖 嚇死我了 很害怕 就是這三樣東西 你不要嚇我 很害怕 不要嚇我 這三樣東西 厲害了 想吐 很害怕 平時不舒服 做完健康 各樣都有 有人想 哇 這隻新型病毒厲害了 原來是搞這些病徵 跟你流感 都拍得住 但是 我們都不能忽視 因為現在 說到這隻病毒 傳染力非常之厲害 但是 其實在南非那邊 說到 還沒有大型趨勢上升 那你們是否純粹 趨勢 誇大 失實等等 世衛那邊 就要說到值得關注 南非那邊 就覺得你們 喂 不要嚇鬼 現在駕駛我們的飛機 不讓我們來 現在非常之不滿 哇 全世界都鬥駕駕俄羅斯 駕駛香港 是 你會駕駛 因為南非那邊 現在被駕駛 那些飛機 開始來到 香港 就說 首先要去捉高灣 然後再自主隔離 在酒店 是 現在南非就非常之不滿 就是多個國家實施旅遊禁令和限制 令到他們的旅遊業和經濟產業嚴重受創 南非在昨天表示 這是南非趁早對這個 發現 這個變型 變種病毒進行的懲罰 罰款 難得發現這個病毒 你這樣罰我 不是吧 我又覺得不是罰的 對不對 其實 各個國家都是為了自己的 我也說 非洲劉青雲 世衛劉青雲 又不肯出來 教一下路 他都不懂 他都不懂 他只看著校屬 在那裏 那裏 強姦非禮 他都搞不成 你應該統一口徑 幫忙 你世衛的角色是這樣的 你不是說 你那邊又說 玩封城 跟著又說 要人打十針 這邊又說 要跟這個病毒共存 跟著 天天就破萬 好了 現在就新個變種 每個人都說 超級厲害的傳染能力 令到大家會有 雙瘋咳 頭暈生氣的象徵 那怎麼辦 現在每個人都在這裏 究竟是否打針 中國那邊都說過 如果我像西方國家一樣 每天幾十萬人中招 那其實 哪個好 沒完沒了 這件事 問阿森 要問阿森 要問阿森美才知道 阿森看看阿森 說什麼 會不會阿森美 不是阿森美 問阿森 阿森一族 可能 阿森一族會畫一些 漫畫出來 你們遲些 我告訴你 他的語言是什麼 全世界會被亞洲征服 被中國人征服 會 跟鄭凌鋒說 大家都黃皮膚 阿森一族 是不是黃皮膚 阿森那個不是黑頭髮 但是 不是黑頭髮 黃皮膚 黃色的皮膚 染金 染金 為了殘留他們的外族 那種特色 沒錯 不要緊的 最重要 大家要密切留意 那些神語言 是不是真的這麼厲害 令到變種病毒 現在誇張 說的誇張 在美國那些 最近打擊非常厲害 槍擊事件 接二連三 在這個黑色星期五 竟然爆出兩個商場 爆出這些槍擊案 看錯了國定殺六日 不是吧 他以為自己是德州電鋸 對 做什麼事 最近他們是不是吃錯藥 打錯針 搞什麼 這個美國 混亂 拜登 要想想辦法 震不住 阿伯 別人 手震 這個黑色星期五 就湧現 在購物人潮 在美國 美國 北卡羅來納州 和華盛頓州 兩個商場 都爆發起槍械暴力事件 在場人群 染磨 即是很緊急 就掩蓋了 警方當然表示 這兩件事 造成七個人受傷 幸運 真的七個人受傷 這些槍擊案 很多人死亡 很多人受傷 外媒報導 這是北卡羅來納州 杜倫市的警方表示 兩班人都相識 在當地一個商場 在下午 互相交火 即是 是不是黑幫 還是朋友圈 飯圈 還是什麼圈 在那裡互相拼火 在商場裡拼火 什麼事 三個人被這些榴彈擊中 另外有三個人 隨後在混亂中受傷 但是 全部都沒有性命危險 而其中一名商者 只有十歲的小朋友 幸好傷勢比較穩定 但是很多涉案者 已經逃離了現場 百貨公司 即是百貨公司 職員表示 當場有六聲槍聲 那些人非常之害怕 走 哇 讓成人踩人 非常之恐怖 另外 在華盛頓州的東部 亦都傳出了這些槍擊事件 警方表示 有個男子在Wallmark 懷疑 而是站在行攝 和人吵 和什麼人吵 保安吵 這個保安厲害了 就開槍射擊他 打中了他 為什麼這樣說呢 因為這個男人 懷疑被人覺得他是偷東西 保安攔著他之後 暗槍出來 嘩 你真是老奴 打劫 告訴別人 所以保安立刻拔槍射擊他 但是這個男子 中槍後 他真的逃離現場 唉 你走到哪裏 回到家裏被拘捕 最後他真的在家裏被拘捕了 嗯 原來是通緝犯來的 是 是的 一定是 真的非常之厲害 那我們 講開黑色星期五 究竟美國黑色星期五 現在 究竟多麼多人出來買東西呢 我們都可以 究竟環境 是不是正如引渡神童 這樣說 很不行呢 我們都可以看看 其實 我們最新的報導 就是今天 說到當地時間 美國時間 26日 是美國的一年一度 黑色星期五的購物節 來的 根據 一些媒體的數據 初步數據統計 今年 和去年 同期比較 嘩 這個黑色星期五 的銷售額 的客流量 增加了差不多50% 嘩 非常之厲害 那今年 都好像 那些人 是不是 在疫情之下 開始衝出來呢 不過 零售商 在這個黑色星期五 網上的銷售額 只有89億美金 哦 實體又多了人 反而網上 就少了人 因為那些人 是不是厭倦了 屈了家裡呢 想走出來消費一下呢 這個我也覺得是 因為 屈走了一整年 是 你去年 那些人還很乖乖地 在家裡 你今年 再封的人 站出來示威 搗亂 是不是 那些人受不了了 搞了一年 幾兩年 是不是 那些人就衝出來 打算 臨近聖誕 出來享受節日氣氛 是正路的 感覺上的經濟向上 感覺上 比之前 都多人早了買東西 但是 會不會令到 同時間的疫情 都會有反覆的 都要再研究一下 嗯 我們講到陳同佳2.0 嘩 這件相聽 非常之厲害 還有這些人嗎 這個世界 想不到 在日本 就有一件類似的案件 發生在 其實日本 2019年的時候 發生了一宗行屍 行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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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 真的 床同佳2.0 沒錯 其實 女死者 是中國人 一個 在日本 玩 旅遊 的重慶女子 她竟然 被人殺了之後 放了在行李箱 還要丟在河邊 哇 差不多 一模一樣 案件 雷緊 但是經過警方調查之後 這個疑犯 原來是中國籍 居於日本的男子 她被人指控 涉嫌 非法棄屍 愛 又妨礙證據 真是 因為證據不足 所以未能起訴殺人罪 日本這邊的指控 最後被判 緩刑 說 最近被人拍到 大搖大擺 出警回國 現在 人們拿出來說 原來這傢伙 我感覺上 有點像 像到2.0 那個也是大搖大擺 在外面走 在日本 只是換刑 之後 基本上 等同沒有犯 沒有受過什麼刑罰 刑責 這件事其實是2019年的案件 當時 有個重慶女子 當時是37歲 6月份在日本玩 跟家人說 會留在日本 3個月左右 到了7月頭 她的弟弟完全聯絡不到她 好像消失了這個世界 決定她飛過去 東京 親自在池代警署 報案 但是 失蹤人口的案件實在太多了 加上 警方沒有太多線索去找人 所以一直丟下了這件事 3個月後 一個除草工人 在草坯工作 發現了 一個可以行李 在河邊 裡面 已經化成白骨的女屍 還有身份證明文件 最後 證實了 那位重慶女子 日本警方 經過8個月調查 終於透過死者的社交媒體 找到一些線索 鎖定了一名 在日本居住的中國籍男子 大姓撲 撲中日 今年7月 疑犯正式被起訴非法遺棄 屍體罪 但是最後 被人判了緩刑 事後 還被人看到她大搖大擺 出境回到中國 這件事 也令人 嘔吐 說到她不是第一次犯罪 原來她之前在仙台 那間餐廳工作 她被人起訴 說用手勒著 女同事的頸部 導致對方受傷 入院三個月 但是也是 因為證據不足 就 高不了她 這些事情 整件事感覺好像真的翻版一般 在日本 我相信都很無奈 大家都看到這些事情 你還看到大搖大擺到處走的時候 我相信大家都感受很深 日本 有這些特別事 還有一件 都是貪玩 玩出禍來 玩出什麼禍來 有個十四歲的小妹子 在Donkey 好玩不玩 拿這些購物車 拿來做什麼 推下樓 好像人家扔下樓 把購物車 逐漸的車 下樓 幸運 如果真的不幸運 被人踏中人 那輛車多大 大家都知道 那些八階車 在日本 這個Donkey 位於大阪的分店 傳出購物車 在屋頂飛下樓的意外 差點窄到一個53歲的顧客 警方到場之後 鎖定一名14歲的少女 這個女生聲稱 純粹因為過癮 才會在屋子 推車到街上 嘩 貪過癮 真的貪過癮 變態 警方最後 因為殺人未睡 這個嫌疑 就逮捕了她 嘩 嘩 真的差點窄死人 她的手推車都挺重的 嘩 非常之驚險 其實 廣道說 廣道是20呎高的 那個樓 頂樓到地下 其實那個樓 都頗不堪設想 如果真的撞中 所以換句話說 大家不要拿東西來玩 玩到有什麼事情上來 負擔不喜 你自己也過意不去 唉 又是這些恐怖新聞 土耳其這宗新聞 真是嚴重了 究竟什麼事 議員 鼓勵 民眾 吃草過冬 嘩 是不是很不行 為什麼要有人吃草呢 因為其實說到土耳其的貨幣 其實今年一直在貶值 貶值 貶值到一個位置 已經是嚴重了 其實貶值等同物價上漲 等同要花多一點錢去賣東西 因為接下來 已經是冬天了 現在他們的官方說法 希望民眾說 你們面對這場獨立經濟戰爭 是很頭痛的 就算物價飛漲也不會加息 那為什麼呢 究竟現在土耳其是怎樣呢 是不是有多嚴重呢 原先 可以同一個價錢 可以幫那個年輕人買蝦和外套 但是到了這個月 就已經只是購買蝦了 同一個價錢 你想想 已經不見了衣服了 現在說到那些膨脹得這麼厲害 現在很多人 麵包都賣不起 那些燈油火立都賣不起 土耳其 是啊 土耳其 所以換句話說 尤其是加價的油站 每個人在趁加油之前 即是加油價之前 不斷快去買油 就像之前大陸那樣 大陸的油價不斷升 一到晚上12點 就加價 每個人排隊排幾個小時 當然 也有不少民眾 去Apple Store 即是電器那間 去買電器 為什麼呢 買iPhone這些東西呢 因為他們覺得 iPhone的價值 比起他們的銀子 還可以保得到值 哦 這樣 對的 對的 好了 政府那邊說什麼呢 他們的執政黨 呼籲民眾 盡量不要吃這麼多肉 吃多一點素 為什麼呢 只要每個月 吃少一至兩公斤的肉 每個月 就吃半公斤 半公斤就好了 那他們買兩公斤的番茄呢 因為為什麼呢 他們覺得 那些人很浪費 吃完的東西 其實很多東西都吃不完 拿來扔 換句話說 錢既然大家 找不到 那就吃少一點 吃齋 吃齋 吃齋是最好的 便便宜了 你吃貴嘛 那 究竟土耳其的居民 民眾呢 是不是真的搞不定呢 說起歐洲 我相信那些語言都說得很厲害 那個叫做 經濟下滑得很誇張 現在土耳其率先 走出來 告訴你 好危險 那些民眾要吃齋 這件事很汁 這件事我看到很汁的新聞 有個直播 好玩不玩 說拿槍來玩 拿槍的女人 拿槍塞下體 拿槍塞下體 自己玩 好玩不玩呢 不覺得媽媽那雞 哇 糟糕 真的 有沒有辦法啊 為什麼要拿槍來玩呢 還要在直播期間 被人看得到 那很多呢 其實很多 叫做成人直播 為了 叫做握like 吸粉絲 點擊等等 就搞這些的桌頭 在美國 有個美女直播 主播 日前 在一個成人網站 玩這些Live 用真槍塞在自己下體 被人做show 怎麽不知不意 射到一個Trigger 一聲 搞到 搞到 對著自己的 對著自己的 射開了一槍 嚇到人 那究竟有沒有事呢 隨後警方到了現場 將這個受傷的女主播 馬上送到醫院急救 幸好 就撿回一條命 那真是 搞到 其實 因為 因為 他不小心 那一隻Trigger 之後 搞到他下體 血流成河 哇 真是嚇到人 是啊 其實傷勢非常嚴重 但是 好在 沒有困難 救回一條命 撿回一條命仔 但是 這些是 非常之不知的行為 我自己覺得 為何會拿槍來玩 拿一支狼牙棒來玩 那 都 為了騙Like 都不擇手段 對 對 有人 為了排隊 都不擇手段 打架 是 我們都看得到 香港都有 打尖那些 或者等很久的 那些人 發瘋的 在台北 有一個男人 就在超級市場買東西 去到 那些叫做 給錢的地方 叫做插隊 打尖 誰不知 有人頂不住 那 就被人 吵了 對不對 一吵起來 兩邊就在那裡吵架 然後 繼而互相動武 最後 這個打尖的人 就不夠人打 就被人一拳KO 然後被人放上網 大家都是剝花生的 這些事情 我們都看不少 尿膠打不夠人打 不是 尿膠打 有個叔叔 攔著巴士 那些跳舞 就是神經病的 那個李小龍 那個厲害 他 簡直搶壞了李小龍 嘩 對 我覺得 台灣 很流行 有理務 你現在拿了工具出來 叫了 你不行 我就拿一支棒球棍 雷球棍 什麼棍都好 先拿出來 雞熱就動武了 對不對 這件事 我覺得都是奇眷怪狀的事情 大家和氣生財 黑色星期五買東西 應該開心 沒理由去打架 所以我覺得這些事情 大家都是要小心的 阿森 你覺得阿森 是不是更厲害 阿森 阿森 是不是更厲害 印度神童 各有各 我也是更厲害 我也是更厲害 你更厲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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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更厲害 我講娛樂圈的事情 當然 我告訴你 我預言 未來一定有女兒陪老闆被人拍到 這麼厲害 也預言 有兒子陪女人 陪不漂亮的女人被人拍到 我再預言 姜濤會唱國語歌 嘩 厲害 其實語言那些東西 有個框給你猜 阿森的作者也是人 但你說玩到 那種病毒的名字 因為那種病毒的名字 是魔王 譯出來 是嗎 其實也偶有口合 不過有時候有些東西 就是剛剛預言光光而已 那看你怎麼看 究竟中還是不中也好 這些語言 有時候希望是中一些好的東西 不是中一些不好的東西 對啦 好的東西 當然 今天一定有人中3T 是不是 有的 先拿來看看 中兩元也算是中 好 時間到這裡 下一節跟大家說一些八卦的東西 拜拜